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讨人 嗨,大家好,我是豪士太太 專心開車可以嗎? 嗨,大家好,我是豪士先生 那我們今天很特別 我要採訪一下我老婆的車 那它是哪一台車呢?我們看一下 Skoda Kodiak 那這是一台就是5加2 可以當作七人坐的休旅車這樣子 那車主跑去哪呢?我們用這個 HELLO HELLO,我是葉成平 嗨,車主 好帥 我太難了 臭小子 拿好喔 成河請你拿好 好,我們可以直接把他做掉 這個空間 這個後面是有第三排可以做的 好,我們把第三排拉起來好了 好,好,好,好 好,接下來小朋友上車囉 上車了,小朋友 我們要讓他們做第三排 大家可以做第三排 來 小心喔 小心 小心 3塊,GO 好,換大哥 好,坐好到第三排 有沒有辦法換一下 好,坐好新安全帶 好,坐好新安全帶 這有兩個的安全帶喔 好,那我把位置推回去喔 好 好,假地坐第二排 跟媽媽一起坐 好,來,坐好新安全帶 好 好 好啦,我坐這一排 好 那他的後座的空間其實很大很寬敞 就是像我身高166 那 西部空間還有1,2,3,3個拳頭 然後頭頂空間還有1,2,3個拳頭 然後這個還可以把它拉開 當成是右座的那個餐桌 這邊有後排冷氣出風口 然後這個還可以調節溫度跟風量的大小 對 然後這邊後座還有那個飲料的杯架 然後他們的車子配備都很安全 就是都還有兒童安全做一個扣環 所以其實在小座是相當安全的 啟動 然後他這個還有一個全景天窗是非常漂亮的 這個全景天窗可以在露營的時候晚上可以躺在這邊看行星 非常的漂亮 然後可以轉移小朋友的注意力 對 哈囉 嗨 大哥跟二哥坐在後面還好嗎 還好啊 還好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我覺得只有那種超級高級的勞斯萊斯 才有這個側邊的雨傘 可以放在這個側邊這樣 它是兩邊都有 那麻煩你幫他們下來 從第三排下來這樣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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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要去拍我們的 Codiaq 那妳要不要介紹一下妳的弟弟們 弟弟們剛剛介紹過了 這一次啊 好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 我是謝成本 我左邊到來是謝成本 哈囉 右邊到來是謝成本 哈囉 那妳們三個今天怎麼都穿一樣的衣服啊 背著我 哈囉 哈囉 爸爸買個鮮奶冰淇淋好吃嗎 嗯 吃在融化 我們吃了一分的一半 那這樣吃冰淇淋還會運營車嗎 我會了 喔 那我們訪問到的車主蜜堂中 蜜堂中在開車 好 蜜堂中 嗨 問一下蜜堂中 請問一下這台車是什麼時候購入的 嗯 在我去年生日的時候 我老公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去年五月 那到現在大概開了也 嗯 大概一年半左右 喔 對 說一下當時為什麼會買這台車吧 因為這台車它有蠻多優點的 就是第一個它空間足夠嘛 然後第二個它的安全配備齊全 第三個就是它的動力非常的好 哇 對 還有四輪傳動對不對 對沒錯 OK那妳上面說的這三個是屬於它的優點 那缺點呢 缺點就是它內裝稍顯陽春一點 內裝稍顯陽春 對 就是沒有那麼電子化的設計 希望有一些電子化設計 對 可是它這個其實可以放很多東西 它的置物空間算是蠻多的 對 好 那 就是 那主要這台車都是拿來就是在小孩為主嗎 沒錯 喔 所以妳覺得空間對妳來說是很重要的 空間跟安全性 了解 像我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妳就是用所謂的 NCC跟車 還有車道維持 這台有選配車道便移的這個部分 對 對啊 然後因為它有盲點嘛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環景的 360度環境 這環景其實很棒 對啊 好啦 那一堂中請問一下喔 那如果再一次妳還是會選擇這台車嗎 去年當時的狀況再一次我還是會選擇這台車 因為這台車就是剛剛講的所有的優點之外 就是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台生日禮物 那請問一下密堂中下一台打算妳買 如果有機會換車想要換什麼車呢 我想開大車然後又想要少近一點 不要滿車都是跟人家一樣的 滿街都是吧 對對對我想要挑戰Rage Rover 喔Rage Rover 哇 這個我當作沒聽到 許願 好啦那再努力看看囉 好 那我分享我的 我覺得在車滿多置物空間的 然後滿多巧思的 比如說放雨傘的啊 比如說像放東西的啊 它包含我也很喜歡就是這種有全景天窗 2.0那時候就標配這種全景天窗 那我覺得開這種車還有一個好處 那它算是很比較低調的進口車 價格還一般 然後路上也比較稀少 那我覺得相對來說CP值算是非常高啦 然後這台車其實車長沒有很長 大概四里騎 其實是比大概指定 那種房車稍微再長一點點 可是卻有加裝彈性空間 那假設父母親跟我們一起出來帶三個小孩 其實是全家小孩做第三排這樣子還是可以 我覺得其實方便性然後 其實非常好 對啊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總點就是 買Skoda的車前面會有送三次的保養 那每次保養都是一萬五千公里保養師 那到四萬五那等於其實你也省了一些保養費 那重點是什麼 它有四年的保養 所以其實我覺得開到現在其實 除了定期要加雨刷水 其實也沒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你說動力嗎 因為我可能開過蠻多車的 所以我覺得這動力是OK啦 那不算什麼 我覺得非常適合當作家庭的房子 而且我覺得這個躺起來其實蠻舒服的 像我就等到這邊 我們剛露營回來嘛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電動配備 對啊其實後面都已經都睡著了 睡成一片了 開車好壞怎麼看 看後面 看後面的小孩是不是睡得好 我們看一下後面小孩 他們好像睡得很安全 好那我們Skoda 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掰掰 謝謝掰掰 謝謝 你們知道巴咪巴咪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印尼跟你問好的方式叫你好 巴咪巴咪 為什麼要學這個方式呢 因為我老公常常說 就是他取到的就是印尼外景 因為我皮膚非常的黑 那我就去學一個比較特別的打招呼的方式 就是巴咪巴咪 我是蜜糖中 好了好了